4月7号是世界健康日 由台湾茶协会、台湾公益研究中心 及大业大学所共同举办的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日系列活动 在公益研究中心隆重举行 包括县福农业助处长陈瑞庆 台湾茶协会副理事长蔡宏润 及公益研究所代理主任江瑞玲都应邀出席 场面相当热络 活动在强光国小长期队的月神中 正式展开 现场摆设了近十桌的茶席 让所有来宾能够尽情平民 农业处长陈瑞庆表示 茶叶是天然饮品 有相当多的儿茶树以及咖啡碱 有助于消除疲劳 现场也结合了公益茶具 气息等等与茶叶 都市与生活息息相关 今天很高兴代表林明珊县长 到这个草屯台湾公益研究中心 这边来参加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日的一个记者会活动 那这个是由台湾茶协会 以及工业中心跟大一大学 共同采用视讯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动 我们来到现场看到 那由包括草屯农会辅导的这个事件的小朋友 就是跟茶楼光国小的小朋友的小茶师做一个奉茶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茶叶是一个天然的饮品 包含了相当多的这个额茶树 还有咖啡碱 以及这个茶多芬 跟这个维生素吸一等等 对这个身体的功能有助于改善我们整个这个消除疲劳 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看到现场结合的 包括有这个工艺的茶具 以及漆气以及花艺美学等等 那尤其在茶叶跟生活当中 其实是不可或缺 那尤其在后防疫时段 我们鼓励多多喝茶也健康多多 台湾茶协会副理师长蔡宏润表示 为了因应4月7号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活动此次特别召开记者会 希望透过宣导让大家多喝茶多健康 我想今天是为了因应我们4月7号 那全民就是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日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记者会的说明 那主要的就是我们台湾茶协会 结合了我们整个大学大学的USR计划 那办理了一个这个活动 那我们期望透过我们的宣传 能够大家多喝茶 那多健康 那希望大家能够 对针对台湾的茶叶 能够有一些增进 工艺研究所代理主任张瑞琳表示 此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推广喝茶风气 同时推广台湾工艺最好的茶器皿 包括有茶壶 茶杯 茶泽等等 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工艺之美 那今天办理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是要来推我们喝茶的这个习惯 那第二个是要来推动我们台湾工艺最好的茶器皿 包括茶壶 茶杯 茶泽 茶桌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以后都有更多的机会 各个机关团体都到我们这边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这次活动透过连线的方式 与大一大学一起举行跨区域网络连线记者会 透过无远佛界的网络一起推动多喝茶多健康理念 记者会同时结合台湾顶级工艺协会 展出28位各种草属工艺专家的展品 包括木屹 陶器 金工等各项与茶相关的工艺制品 记者声音至少是认识房华道